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光青年Kofi 非常開心今天可以透過影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求職的事情 哇,說到這個適不適合啊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一輩子都為了適不適合而苦惱呢 不過啊,講到適合的工作 我想要邀請大家先放下這個問題 我們一起先來想一想 一般來說我們工作是為了什麼 大部分的人工作都是為了生活嘛 並不是每一份工作都能夠帶給你相同的生活 例如說他的薪水,例如說他的工時 都是改變你生活的關鍵 那與其先討論適不適合 我覺得大家可以先想一想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透過這樣的方式以終為始的去思考 要選擇什麼樣的工作 並且培養自己有那樣的能力適合升任那樣的工作 比起我們在苦惱適不適合 可能更有效一點 通常談到優勢啊 不外乎就是能力啊 性格啊 或者是一些經歷 人格特質等等的 那到底什麼樣的性格什麼樣的經歷會是優勢呢 其實很簡單我們只要換位思考把自己當成是主管來想一想要是你你會錄取什麼樣的夥伴來成為你的工作夥伴呢 在優勢上面很快的你就會有答案囉 例如說曾經有過社團經驗或者是辦活動的經驗 像這樣子的經歷當然也可以成為各位的優勢 所以啊在學生時代除了打工或者是在學校上課 當然我們也可以為自己的生活 創造一些豐富的經歷 那麼這一些都可以成為我們的優勢 當然這一些都不是立竿見影的 但是相信滴水可以穿石 現在開始培養業不齊喔 既然在專業上面不一定有優勢 那我相信 公司看中的一定就是你的人格特質或者是性格 說到人格特質或者是性格啊 我自己倒是有一個這樣的結論喔 我在面試同仁的時候很多時候我會先看的其實不是他的專業 除了看一些經歷啊社團啊剛剛有提到的 那我還會再看的例如說是禮貌啊上進心啊等等的 那如果在專業上面有優勢的話 那性格肯定就會是關鍵 什麼樣的性格呢 例如說負責任的態度或者是服務的熱忱 幸運大師曾經說過 辦萬種事結萬種緣就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所以啊發心就會有發展 如果一個人有服務的性格 即使他現在的能力有限 但透過服務以及結緣的累積 相信他在未來當中一定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讓他學習並且讓他的能力提升 所以發心就會有發展 服務的熱忱反而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喔 說到建議啊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養成不輕易放棄的性格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其實職場如道場喔 有非常多的課題在等著我們去開箱跟解鎖 那當然難免都會遇到困境 甚至要越級打怪 但是呢這一切呢都一定要有這樣的性格 保持著不易放棄的性格 一定要堅持不放棄 每當我遇到困境的時候啊 我總會用星雲大師的一句話來鼓勵我自己喔 別人可能會辜負我們 但是因果不會辜負我們 所以只要堅持做對的事情 持續到一切都順利為止 持續做對的事情 持續結緣 那麼一定會有好的因緣 而且我們一定可以做自己的貴人 好